一号目标 近南小战攻击 中国集团军 被誉为铁血熊狮 山地铁拳的陆军第77级团军 连年挺进雪域高原实战时训 全面推开高原实战练兵 部队高原高寒实战能力全面提升 拥有董存锐连 白老虎连等英模连队的陆军第78级团军和第79级团军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突出强调狠抓 作战准备纵身推进 打赢能力加速提升 中国集团军正在播出 盛夏时节 第77级团军 某路航旅从海拔500米的四川盆地 到千米之外的昆仑山腹地 展开直升机整舰至高原助训 从盆地到高原 飞越两极海拔 高差达3000米 转场机动就是一次实战化训练 我们跨旗令到旗令之后需要飞4000左右 但是遇到了气流我们只能继续往上爬升 大概飞到了5000多米 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气流 飞机比较颠簸 和以往不同的是 在这次跨旗机动中 保障人员随机全程伴随保障 目前我们旅这边采取的就是 武装直升机营配上运输直升机营 互相之间作为一个支撑 挖跳式的战术 或者是到某一个地方以后 我们都能够实现自我保障 然后自我实现作战的目的 这是一场直升机高原超低空隐蔽突防训练 直升机不仅要跟随地形起伏飞行 还要穿越雪山峡谷 才能抵达射击区域 训练中 营长高学强驾驶武装直升机 准确锁定攻击摧毁目标 随后年轻机长们也顺利完成了射击任务 那么为了实现全域作战 这个旅组建以来 在不同海拔 不同的地形环境下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野外训练 特别是针对高原环境 他们提出了培养高原机长的概念 他能够在起飞前计算好飞机的起飞重量 挂载的弹量 作战半径航时的这种选择 他把这个理论技术学好 最主要的我认为也是心理素质方面 就是他自己的内心 能够遇到任何情况下的不慌张 除了任何特性 包括在高原的前级的变化等等 突然情况 他能够不慌张 自己能够独立处置冷静处置 这才是最多的高原机长心理品质的方面 作为一支从战火硝烟中走来 根据红军血脉的铁血熊师 历经井冈山斗争 百团大战 抗美援朝等重大战役战斗 涌现出欧阳海 唐国兴 杨廷安等一大批英雄模范 形成了南尼湾 老西藏 抗震救灾等精神特制 转型重塑以来 第77集团军 全面推开高原实战练兵 连年挺进血域高原实战实训 融入联合作战体系 连战连训 部队高原作战能力 得到锤炼提升 这是第77集团军 某特战旅 首次成剑制 在高原组织的跳伞训练 特战女兵白雪 也实现了自己 首次高原伞降 离机后 我感觉到开伞冲击力特别大 特别是空中动作 很难保持 然后我就根据地面指挥员的提示 不断地修正动作 最终比较平稳地着陆 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 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 风向100米变化一次 一旦发生空中特情 留给跳伞员反应的时间 往往就在分秒之间 高原空气比较稀薄 跳伞员从鸡汤里跳出以后 下降速度会比较大 着陆冲击力也会比较强 所以稍有不慎 就会出现受伤的情况 再加上高寒缺氧 高原的气候比较恶劣 风向风速变换既快又大 对跳伞员来说 不仅是散将技术的考验 也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散将训练 全程设置战术背景 特战队员要完成低空跳伞 武装跳伞 协装跳伞及夜间跳伞 等高危高难科目 锤炼特战队员高原生疏复杂环境的作战能力 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内心也有诸多的忐忑 但是在经过两个月的地面训练 在最后运出金门 偶像蓝天的那一刻 我也知道自己是可以的 我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特战女兵 全连注意 六发起手 准备 步 川西高原 第77集团军某合成旅 组织装甲 炮兵 防空等多类火力 开展实弹演练 采集各型火器在高原高寒地区的作战效能 首轮火力打击后 由合成一营组成的两翼攻击分队 不断变换战斗队形 兵分两路 向敌前沿阵地发起冲击 多种火力交替打击 摧毁敌顽固攻势 成功夺控要点 然而两年前 合成一营却并不像这样得心应手 面对由步兵营改编为 合成营带来的诸多问题 如何使新单位快速形成战斗力 成为官兵面临的一次考验 但是今年我们在高原助训 我们就不断地组织 合成营对抗演练 在对抗中 不断地检验各作战单元 要素 编组是否合理 战法 打法 是否过效 思维观念的转变 带来的是战斗力的提升 在整理成建制 实弹战术演练中 武器装备在高原低温缺氧环境下的 作战效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空气稀薄 气压 电磁等不稳定 造成的武器效能的变化 在平原都是从未出现过的 这些我们此次高原助训 都得到了很好的研究和解约 所以说呢 这种近似实战的助训 是部队形成高原作战能力的必然选择 改革重塑两年多以来 第77集团军每年高原助训 都将指挥所开设在演训最前沿 任务最重处 赶召激励官兵向战而行 结合兵种特点 编写高原训练纲目 构建高原训练内容体系 完成诸兵种联合火力打击演练 在学域高原 生命禁区云端战场 砥砺出一支赶战胜战的新时代 铁血雄狮 我们将高原练兵 作为实战实训的生动实践 沿着层层走高的等高线 不畏三高鼓声 不具高寒缺氧 向微不思训 显不练兵的和平击毙开刀 锤炼圣战本领 培育血性苦气 切实有效旅行 正守祖国西南的神圣使命 中国集团军 盛夏时节 在科尔沁草原 红蓝双方就指挥员指挥谋划能力 组织战斗筹划能力 综合保障能力 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 担任红方的某合成旅炮兵群 接到指挥员指令 迅速对敌实施火力压制 各营 根据预定路线 到达指定地域后 进行不间断火力打击 面对红军强大攻势 蓝军通过构设复杂逼真战场环境 持致红军进攻节奏 根据实情况 我们设置不同的障碍 对红军来讲 蓝军必须去开辟同路 这样才能保证分队 进入阵地 在炮火的掩护下 红军坦克群和装甲群 相互配合突破 对目标实施不间断火力打击 红蓝双方的指挥控制 火力运用 战斗协同等实战能力 得到同步提升 经过对整个演习的实施 最大的收获就是 指挥员和指挥机关的 指挥谋略能力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第二个就是 在近视实战的背景下 这个战斗行动的能力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在这次演练中 负担蓝军任务的 是第78级团军 某合成旅 合成二营 这个营组建当年 就先后与六个旅 进行了十场实兵对抗 依托训练基地 进行实战化训练 是世界各国军队的通行做法 随着演训经验的不断丰富 今年以来 蓝军营进一步仿真作战对手的战法 与特点 在与红军进行侦察对抗中 采取方敌 光学侦察和电子侦察 进一步增加了红军进攻的难度 我们更加针对作战对手的特点和战法 进行训练 逼真的模拟战场环境 同红军进行侦察预警 模拟演练 逐步对抗 在作战中更一步的锻炼自己 在实战化练兵过程中 这个集团军着力纠置和平击毙 强化首长机关训练 提高指挥员判断形势 理解上级意图 定下作战决心 排兵布阵 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 提升各级指挥员 决策水平和指挥能力 不久前 第78集团军 谋履新型合成营 协同空军航空兵 陆军航空兵等单位 在训练基地进行了火力演训 重点针对的是体系构建 战场感知 指控通联 敌我识别 以及目标指示等 关键行动的实战性检验 提升了我们编种之间的通信 指控和行动能力的提升 按照机动作战 立体攻防的组建理念 这个新型合成步兵营 先后经历了武器装备更新 体制编制变化 从平原到高原 从草原到戈壁 先后转站18省市 形成10万多公里 跑出了装备极限性能 掌握了作战极限数据 探索破解了联合指挥 力量编组 技战术融合 等合成营战斗生成的 一系列重难点问题 从这个试验检验来说 我们这型装备 具备独立快速的机动能力 它是一个可以适应 全天后多种地形 这么一型装备 转型也是武器装备的革新换代 第78集团军 某炮兵旅 董村锐连 从轮式火炮 到履带式火炮 到现在的新型远程多管火箭炮 历经三次换装 2018年7月 董村锐连所属部队 从东北大地 转战西北边陲 进行第一次实弹射击演练 董村锐班不惧风险 主动请鹰打头阵 首发实射成功 实现列装当年 形成作战能力 董村锐连里边有一个条是 打狼要有真本领的射战能力 作为董村锐的船人 就要有老班长这种 打狼要有真本领的射战能力 换装 加快战斗力前进步伐 转力提升合成作战效能 2018年 俄罗斯东方2018战略演习 首次邀请中国军队参加 这是陆军改革重塑后 首次跨境参演 也是我军首次在战略 战役战术三个层面 与俄军全方位交流的 重大连演连训行动 第78集团军派出了包括 合成 攻划等兵种的 2000多名官兵参演 99式主战坦克 直十九直升机等多型主战装备 亮相演兵场 演习正式打响后 在俄方武装直升机掩护下 中方参演部队三十名激将队员 在预定地域快速激将 对前沿之敌发起突袭 机动防御作战群 迅速向各射击阵地开进 在空中警戒分队火力掩护下 中俄参演官兵 并肩战斗 架设浮桥 强度水杖 坦克装甲车等重型装备 兵分多路同时渡核 由纵身向前沿快速进击 这次演习 我们切身感受到了 外军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实战的意识特别强 尤其是在战术训练上 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通过这种近距离的交流 拓展了我们在战术训练中 情况处置 兵种协同训练 等方面的训练思路 短短四十分钟 方圆五十平方公里地域 陆空联合 立体交织的火力网 快速突进 协同进攻的反击群 中俄双方数百吨弹药 对数千个目标精确打击 势如破图 在借鉴外军训练经验和战法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了作战样式和强敌作战研究 今年训练 我们在严格按钢失训的基础上 进一步增加了训练的强度和难度 同时也把新的战法 融入了我们平时的演训活动 真正做到了训练向实战化靠拢 改革重塑两年多来 第78级团军 坚持把提高战斗力 作为牵引实战练兵的动力 赔速战斗骨干 抵立战斗精神 突破解决备战练兵瓶颈问题 努力塑造一支听党指挥 全域作战 合成多能 敢打善战的集团军部队 这是第79级团军某合成旅 在辽南某山地展开的一场中型合成营 精兵立体夺控演练 红九连再次担任主攻 向敌要害节点发起冲锋 与侦察 破障 激将等作战单元 密切协同 快速突进 兵分多路 完成对敌火力打击 可以说 叫我们之前的战斗力 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 概括来讲 机动更快 火力更猛 突击力更强 近两年 伴随着编制调整改革 红九连所在的某合成旅武器装备 不断换代升级 如何最大程度提升合成部队作战效能 成为官兵思考最多的问题 他们积极更新 体系作战思维 每天卯在训练场 摸索同特战 陆航等作战单元 其同配合的制胜招法 提升立体攻防 全域作战的胜战本领 一遍一遍扎实的训练 一遍一遍的把每一个流程 每一个动作都做到位 一咕噜就是一中五 回去之后一个个灰头土脸 但是精神状态都非常好 自我革命 唤语新生 新组建的第79集团军 既有南昌 秋收 百色起义的火种 也有闪干红军的血脉 一路走来 涌现出347个阴魔集体 和876名战斗模范 凝结形成了三猛精神 挺进精神 雷锋精神等精神特质 转型重塑后 如何适应未来战场 集团军党委机关率先走向训练场 着力提升部队一岸行动能力 和基于体系支撑的作战能力 有力推动部队实战化训练迈上新台阶 战斗力建设实现质的飞跃 改革从速以来 我们坚持以占领训 一岸祖训 岸钢石训 狠抓 山地 夜岸 严寒等复杂 恶劣条件下训练 以特战 陆航等新型作战力量为重点 以合成作战力量为主体兵成了 战法 训法 保障法成果 夜间设计是炮兵的重难点训练科目 炮兵要打得准 首先要依靠前方的侦察单元 回传目标引导数据 在我身后的这一辆122毫米的自行榴弹炮 装备了先进的指挥控制系统 可以实时接收前方的数据回传 这样大大缩短来反应时间 提高打击效能 这次演练 全程按照作战任务和实战要求 进行阵地部署 设置考核流程评估标准 在夜岸条件下 对火炮快速反应 协同配合 精准打击等能力 进行了全方位检验 从这个占领阵地到完成设计准备 只需要30秒 现在这个信仪化程度非常高 可以说就是这个营长和连长 直接可以指挥到单炮 直接可以指挥射击 这种变化是一种质的变化 人员精健了 火力增加了 同样是在这个集团军 陆航部队的夜间飞行训练的比重 也提高到了40% 直升机作为这种一种低空的武器 夜间这种突击效果 在某些时候会比白天要好很多 所以说我们也对这种夜间这种训练很看重 薛磊所在的这支陆航部队成立30多年来 先后参与了中俄连演 首都阅兵等大项任务 是东北地区一支老牌陆航净旅 去年这个陆航旅搭载特战小队奉命千里机动 飞赴高寒高海拔的陌生地域 执行演训任务 在飞行过程中我们需要打开舱门 对目标进行射击 在这个5000米的高度的时候 相当于零下30多度的一个地面温度 机场里面非常寒冷 因为是属于高原飞行 直升机的功率操纵 性能的变得不是很稳定 最终官兵们克服高寒 高原 高空等重重困难 反复摸索实践 创新了多种革新成果 成功击落多批动态目标 尤其是第一次击落的时候 那成就感是我们整个指挥组 就是塔台全是火星公共的 因为听到直升机报告 我们把目标击落了 大家都在自发地在鼓掌 因为我们终于实现了首次击落 这次任务也为未来 我们在战区新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下 军地 有关力量 联合训练 联合指挥 联合行动 完成任务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演训任务完完成 源于过硬的技战术水平 2018年9月 官兵们以扎实的实战训练成果 和调整改革后的全新姿态 接受了习主席的接见和检阅 最大的难度就是 要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以内 在一定的狭小的空间内 来给主席演示和展示 我们所有的战术训练的科目 并且是带有一定战术背景的训练科目 演示当天 数十架战鹰按照作战编组 依次完成低空转场 蛇形机动 空中格斗 莱维斯曼等多个高难度科目 集中检验了调整改革两年来 陆航旅 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训练成果 特别是这个空中格斗的话 在一个地幅长五公里 快三公里的地方 同时出现五架飞机 进行这种空中格斗的话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这种 表演式的展示 我们是属于这种一案 带背景式的这种实际的 近似于这个空中实战的这种演示 陆军转型发展 它的一个核心的指导思想就是 机动作战 立体攻防 让陆军飞起来 跟陆军插上翅膀 要实现这么一个目标的话 那么这个陆航部队 在陆军转型建设当中 应该就发挥很重要的 很主导的这么一个作用 置身强军大考 第79级团军 紧贴使命任务 创新实战化训练的步履 更加坚实 近年来 先后出色完成 苏沃洛夫突击 国际军事竞赛 赴马里维和 东方2018战略演习 库尔勒跨区 远火实弹射击 等大项任务 在铁甲骑兵2019 力装2019 等比武竞赛中夺得桂冠 紧紧扭住制约 战斗力深沉提高的 短板弱项 突出打牢 部队战技术基础 突出使命课题 关键行动的专攻精炼 突出复杂 恶劣条件下 综合演练 确保部队 陈建制 形成 体系作战 联合作战 全域作战能力 陆军第80 81 82 和83集团军 是四支历史厚重 战功卓著 传统优良的英雄部队 他们扛起陆军转型 谋偏布局 拓荒变击的历史重任 创新组织合成营 攻防演习 着力探索新型作战力量 指挥运用 集团军部队体系作战能力 大幅提升 敬请收看 中国集团军第四集 不妨碍 是 16